哦吼 陈师傅开挖机 只开那挖机 大家看一下陈师傅这装车的继续怎么样 反正这个货车司机他说是再也不想借到我了 东家在2016年的时候借了一个房子 然后全家都出去打工去了 到7年之后回来一看 整个房子的四周全部涨满了杂草 这么深的草别说车子能够开进去 就是人找路也拿得进来 所以今天我们的精神就是 帮东家把房屋四周的杂草全部清理干净 顺便帮他把这一块地整平 因为东家一家人常年在外地 几年都拿得回来一次 为了房子以后还涨草 所以他打算把这里打上混凝土 我才刚干活不到十分钟就给东家闯祸了 东家的电线是从这些草里面抓过去的 因为我没有注意 所以就把电线都弄断了 还好东家这个人很随和 他过来看了一下情况之后 跟我说问题不是很大 等一下叫个修理工来接一下就行了 我把这一边的草全部清理干净之后 东家要我从他房子的前面这里开过去 到另一边去清草 可最前面这里只有一米多夸 踏杂了挖机开不过 所以只能重新退回去 然后从房子的后面这里绕过来 你们看这房子后面的草都涨到傲劳窗户里面去了 这要是再瓦回来两年 估计都要涨到沙楼上面去了 一个这么漂亮的房子 东家住都没有住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都替东家感到可惜 还好有挖机 要是这么多草人工去清理的话 都不知道要清到什么时候去了 本来东家是要我把这些草全部打堆放到一边 等嘎了的时候他再放个火把它烧了 然后我就跟东家说 这个草里面有很多泥土 可能还没有等草煞嘎 这个草又活过来了 所以还不如找个车子把它拉出去 在铁里面车子有点打滑上不去 我就把挖机开过来 帮他推了一下 因为这一车草是我给他装的 我对我自己的继续是非常肯定的 我就知道他一定倒不出来 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等 嘿嘿嘿 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 只要是我装的 我要他倒不出来 他就绝对倒不出来 开了15年的挖机 这点继续还是有的 帮他把草全部清理干净之后 我们又把挖机开回去 东家说这两棵树 把他的整个房子都挡掉了 而且靠邻居家的房子踏进 他搭心刮大方的时候 砸到邻居家的房子 所以干脆要我直接帮他挖掉刷了 你们看把这两棵树挖掉之后 东家的房子就能够全部卡借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瓶挖下去20公分 东家打刷打20公分的混凝土 这样的话那些竹根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今天这个货车司机的技术呢 也有点差 他每一车土在倒土区明明可以倒下去的 但是他总是把它倒在路上 所以每装一车土 我都要把挖机开到倒土区来 把土扒平一下 我又要装车 又要到倒土区来平土 这样一来一回 一车土都至少要8个多小时 我本来只要8天 就能够帮东家把事情做好 因为一货车司机的这样倒土 所以我至少要一天才能够把事情做完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货车司机 是他让我又多挣了几百 还好这个倒土区离东家不是太远 不然估计今天都做不完 经过一天的努力 最后把这一堆草装完 我们就做完了 因为是最后一车 东家说随便货车司机到这哪里 我们挖机就不要去管了 要我赶紧把挖机开上拖车快点找 免得倒土区那里 又要我把那一车炒推平 最后给大家对比一下 本来东家房子都看不见的 经过陈师傅的清理 你们看搞得干干净净 今天又多挣了几百 生活多姿多彩 哦陈师傅开挖机 只开辣挖机 今天这个东家跟我说 只要我帮他把活干好 他中午就炖鸡肉给我吃 听到中午加鸡腿 我就两眼花光 立马来了精神 诶 这里好像有一个好石头 先把它挖到一边 等一下大回家 按理来说 一把有两块这样的石头 等一下看能不能发现另外一块 今天东家的精神 就是要我给他在这里挖个坑 正当我第一斗挖下去的时候 有一种数字折断的感觉 完了完了 原来是寡字被我挖断了 今天真的是出师不力 肯定是开挖之前 忘记行李了 早知道歇行沙哥里就好了 看着东家的脸色 估计今天中午的鸡腿是泡汤了 哎 心都八凉八凉的 赶紧歇行沙哥里再挖 挖这种坑下面一挖到挂子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东家雪的这个地方 也真的是雪的好 到处都有地方 偏偏要雪到这里 这下出现的问题就是 第一个水果被我挖断了 第二个就是挖鸡刹在一米多高的坡上 不好挖 哎 另外这一个石头也在贴边 近在野前 两个石头贴一无放 刚好组成一对 等一下全部搭回家 接下来继续挖坑 把这个边坡挖直 挖出来的土下面不好堆 所以只能把土堆在上面 到时候这些土还要填回去的 当挖鸡壁全部生直 挖不到了的时候 东家凉了一下 还不到两米深 挖鸡实在是再也挖不下去了 东家就要我把石头的鳖坡 全部修笔直下去 要把这个坑修得方方正正 然后把能够挖到的松土 全部把它挖出来 如果实在挖不到的地方 到时候他就自己人工挖 东家最后又拿尺子出来 凉了一下长河瓜 结果陈师傅挖出来的尺寸是刚刚好 最后把里面的松土 全部清出来就可以了 剩下的事 就让东家自己去拿竹头挖 我就搭着这两个石头走了 哎 今天鸡腿没有吃到 搞两个石头回去也不错 哦 陈师傅开挖鸡 只开辣挖鸡 只要我开挖鸡一上山 你们就都知道我是要去干什么吧 开工之前 歇行几十个里再说 昨天有个大爷开个老年代步车 挖到一个坡下 车子四脚朝天 然后人就这样走了 后来我用挖机帮他把车子拉上来了 然后今天我们就来挖一个坑 最近我挖坑 确实挖的有点多 最主要还是贴气冷的原因 搞得我每年到冬天就忙不过来 虽然我也想我每天有事干 生意好 但是我也不想因为经常挖这个而生意好 可是这种事情我也不能够阻止它的发生 如果我不干这个活 反正有人能干这个活 况且干这个事我还是村里出了名的快又好 所以只要有这种事都是首席选择让我做 我有时在想我如果以后没有搞挖机了 或许我退休了 谁能够代替我把这些事情做好 不好意思 这个有点扯远了 陈师傅除了挖机啥也不会 至少杀五十年之内是绝对不会转行的 已经开了一十四年的挖机了 如果不继续开挖机 这么好的技术就白白浪费了 所以各位父老乡亲 你们放心 只要你们相信我 选择让我给你们挖 保证给你们挖好 今天这个活我们是一切八包的 把这个场地整平 就挖了大坝天 然后再把这个坑挖出来 挖了一朵夸 杀米杀生之后就可以了 最后把场地不平的地方 全部整平一下 左右扫一扫 压一压就可以了 给大家看一下 陈师傅挖的抓不抓业 都不用人工拿竹头去修了 搞完收工 每天多挣几百 生活多姿多彩